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有网友统计了一下 4年直播 林生兵赚了3.22个亿 这3.22亿还仅仅是直播带货的收入 不包括视频链接和网友打赏的收入 如果把所有收入加上 有网友计算出 林生兵大概可以赚5亿的样子 只能用盆满钵满来形容了 而网友之所以这么支持他的原因 除了他的悲惨遭遇之外 其实还因为他的一个承诺 他说他赚的这些钱 他会拿出10%作为慈善基金 缘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还说他会成立名为同真一生的基金会 让他的老婆和孩子 还能有一个精神上的延续 成立基金会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是在做好事啊 当然能得到网友的大力支持 但实际上呢 这个基金会真的成立了吗 有知名的博主 还真就去深挖了一下 得到的结果却是 没找到任何关于同真一生基金会的备案信息 所以 这个基金会筹备了4年 还是连影子都没瞧见 可能对林生斌来说 筹办一个基金会真的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吧 并且 按照现在的形式 这个基金会可能永远也不会成立了 因为同真一生的商品全部被清空了 相关动态也被删除了 有网友去林生斌的公司看了看 公司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了 在此之前 疑似是林生斌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清者自清 时间会证明一切 还说江湖再见 后会无期 网友纷纷怀疑 林生斌是不是想抛弃眼前的一切 准备跑路了 这两天 关于林生斌跑路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 有说他会跑路去澳洲的 也有说他会去加拿大的 还有消息称 林生斌已经拿到了澳洲的绿卡 准备以后就在澳洲生活了 林生斌到底有没有跑路 这个目前还没有实锤 不过网友们对林生斌要跑路的反应 却异常强烈 特别是当澳洲的华人 听说林生斌有可能移民澳洲之后 还写了一封长长的抵制信 说不希望像林生斌这样的人 来澳洲让他们蒙羞 还呼吁所有华人社区对林生斌说不 如果林生斌已经获得了澳洲绿卡 则建议移民局取消 如果林生斌还在申请 则希望移民局拒绝 如此一抵制下来 林生斌移民澳洲的计划 真的有可能会泡汤 如果其他地方的华人也纷纷效仿 那林生斌的处境将会非常艰难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种人必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 林生斌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也会有人人喊打这一天吧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小雅